觀眾朋友 各位校官,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台灣民進府來最法例的庫廷 這節奏我們要講的題目是法律曹博 有人聽不懂台語嗎 那我會穿插的講 大家盡量互相配合 那今天要上的課程是法理初步 那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什麼是民政府 那什麼是劉榮政府 那誰擁有台灣的租款 在上個月當然阿的外南 發生了一間外南白華的事件 那但是外南白華是怕我們台上 大家已經是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是怕我們台上 是無法分辨 像是台灣人 像是中國人 可能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是黃種人看起來 好像都差不多一樣 外型看起來差不多一樣 那所以呢 中華民國的委外交部 他們就用一個想辦法 想說幫助台上回去 就製作一個貼紙 要讓台商拿過去外南搭 搭在工廠門口 說明我來自台灣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這樣子 另外一個是 中華民國民進黨 為立法委員 就弄了一張也是海報 然後上面就寫 台灣is not China 台灣不是中國 用這個機子 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旗 這樣子在說明說台灣不是中國 那這兩張呢 尤其是這一張 這一張拿去給越南人看 那他們看到 想說這個 因為大家要知道 可能台灣人不知道 在東南亞 他們是非常了解這個中國人的 他們跟中國人是 常常 時常都有戰爭 已經打了一千五百多年以上了 所以他們很知道中國人 很知道中國的歷史 這個旗子 他們絕對知道 這是中國的旗子 好 那所以呢 這個事情發生的東西 我們台灣這裡的工場 也有人請外南的路工 有一個廠長 他就去問他們 外南的路工 跟他說 你們真的分不出來 誰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嗎 這個外南路工 其實他們都分出來 他們分得出來 誰是中國人 誰是台灣人 他們 就是因為他們很認識中國 這個 台灣人跟中國人的 行為模式 思考模式 他們都很清楚 或是講話的方式 其實他們可能 都分辨得出來 那這個 台灣的廠長 都很得意就說 對啊 你如果又方便出 沒有我拿的證件給你看吧 他就從配包 拿自己的證件 讓這個外南的路工看 他拿出來 讓人看的時候 這個外南的路工 怕一條 拿什麼 拿這條 有什麼好奇怪嗎 如果是在座應該不會 外面的台灣人會說 有什麼好奇怪嗎 這個就是台灣人的身分證 台灣人的身分證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在座是不會 各位是不會誤解 外面的台灣人 可能會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越南勞工 就對這個 對這個廠長說 你們怎麼還在用這張身分證 你說你們還在用這條身分證 在他們認知 這四個字他們看得懂 中華民國 這個旗子他們看得懂 這是中華民國 中國人的旗子 中國人的旗子 他們知道 那他們還有一個認知 就是說以為 以為那個二十幾年前 李登輝當選總統 他們以為知道 他們以為是台灣人當總統 已經不是中國人了 已經不是中國政權了 他們的認知是以為說 台灣人已經自己管自己了 不是中國的殖民政權 所以這個越南勞工 嚇一跳 就嚇一跳 你們怎麼還在用這條身分證 那所以外面很多人 不知道啊 越南人都知道 東南亞人都知道 是我們台灣人 外面很多台灣人都不知道 這很奇怪 是外國人奇怪 還是我們台灣人很奇怪 是不是 是誰比較奇怪 好 好 那為什麼 這張身分證是怎麼來的呢 好 那不然就說 有的還會說 不然我看護照 那護照裡裡外外都寫 Republic China 裡面這裡也都寫 中華民國 Republic China 這裡雖然是台灣 但是他們如果看到 中國就是中國人 所以哪有可能 說這張可以說 說明自己是台灣人 不可能的事情 好 那這張身分證 到底是怎麼來的 好 就是 左邊這張 這張實在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行政院 頒布一個行政命令 好 那這個行政命令就是 一夕之間啊 他也沒問台灣人 有沒有自願意願 好 他就是強迫 強迫台灣人 用這張行政命令 強迫台灣人 本來我們的國籍東西 一夕四六年的國籍是 台日本帝國的國籍 那他強迫台灣人 拿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好 那當時的 一夕到一夕四六年的八月的時候 英國外交部 寫一批函 給中華民國的租英大使館 說 不可以自身 將台灣的租款 由日本來轉移到中國 應該聽好 日本 簽訂 和平條約 或是其他的 政治外交手 順 才可以 他們處台灣 雖然是 中國政府 來通知 英國政府 欠難同意台灣人民 已經恢復中國國籍 頁已恢復中國國籍 頁已恢復中國國籍 英國外交部 是有糾正跟正 好 就是 右邊這一張 這是英國駐華大使館 用簽 旁邊交往下 英國政府 欠難同意 台灣人民 已經恢復中國國籍 另外 當時 到1946年9月26日 英國外交部 再度重申一次 這個還是不同意 美國國務院在1946年 11月呢 又 也是一樣 是中華民國的備忘錄立場 跟英國立場完全一樣 那這樣表示什麼 這個 英國跟美國是 二次大戰跟中國是同盟國 那表示說 中華民國這項行為 是違反了國際法 所以這個英國跟美國 是無法同意這麼做的 好 那所以說 很複雜 我們到底是什麼人 外面也很多人 也搞不清楚 譬如說 常常出國比賽 很多年輕人喜歡 披著那個 中華民國的那個 國旗披在身上 然後 到世界各地去 贏贏 死過手 然後再披著再說 我是中華民國 我愛中華民國 但是那個 要比賽的時候 旗子掛上去 就被拿下來 這是2012年 在英國倫敦的奧運會 本來有掛一名 中華民國那個國旗 後來隔天馬上被拿下來了 所以說那個旗子 完全不能代表台灣 所以 到底是什麼人很複雜 如果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那他就是中國人 沒有錯啦 那如果是中華民國的人 他還是中國人啊 怎麼會是台灣人的呢 那如果有人說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那也是中國人 那也不能代表他是台灣人 所以說 那如何證明自己是台灣人呢 或是說你有其他的選項 所以說如果要證明自己是台灣人的話 那就要用辦理這張身份證 那這是什麼身份證 就是台灣民政府 在美國軍事政府核准之下 發行的這個台灣的身份證 那證明自己是本土台灣人 所以你在那個 1945年8月15號 之前出生的台灣人 就是定義就叫本土台灣人 然後跟他的後代 這樣就是本土台灣人的意思 好 所以 台灣民政府呢 就是依據這個法理 來辦理這個身份證 才能證明自己是台灣人 好 那這張身份證是怎麼來的 來源是什麼 起源是什麼 開始就是這個 林志生控美案 那台灣民政府會成立也是 是因為這個起源開始的 在2006年10月24號 台灣民民林志生 到228名的台灣人 在美國的首都華府 向美國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聯邦 帝衡歡迎 來美國政府 那他的訴求就是 台灣的國際地位 跟台灣人 人權保護的訴求 然後他這個是有立案的案號 所以不是我們自己亂講的 這個確定這個在美國的司法部門 查得到這個案號 那這個訴訟案到2008年的3月18號 聯邦地方法院就判定 本土台灣人是無國籍的 因為我們呢 本土台灣人呢 變成山寨版的中國人了 我們拿了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我們變成山寨版的中國人 所以呢 美國地方法院呢 判定我們是 本土台灣人是五國籍 這個才是真實的法律地位 好 那可上訴 好 那說明 這我剛剛說過 在1945年的8月15號之前 台灣人跟他的後裔 好 那接下來呢 就上訴到 這個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呢 高等法院呢 後來也是做了五項判決 好 就是64年來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那台灣人沒有 國際社會行李的禁護 好 因為 那時候阿華行李沒有禁護 好 然後 人民至今人生活在這個政治煉獄 因為台灣人一直參與中華民國選舉 一直用這個國際都不承認的政府 所以 一直參與選舉 然後 選的是中國 中華民國的 這個也是不存在的國家的總統 好 然後 承認台灣人在美國軍事佔領中 那這是依據這個究竟三安和平條約 23條A 那 第五項就是要求美國行政單位要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所以當時在中間的時間 2008年的2月2號 成立了台灣民政府 那 確實這個 美國行政單位 也有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就是 在 2010年的9月8號 到2013年的9月5號 有協助台灣民政府 在華府舉辦酒會 那 就是 舉辦酒會就是 等於是在華府那地區有很多各國的使節 有很多各國的外交官 那等於是公告全世界各國的政府 台灣民政府成立了 好 訴訟案繼續 2009年7月8號 最高法院受理本案也是有暗號 那說明這是本土台灣人在二次大戰後 首次向美日太平洋戰爭的征服者是美國 來依照國際法 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以及美國憲法 來提出 告訴 那 到了 8月6號 本案的被告 美國政府代表的國務員來選佈 放棄這個抗辯權 那放棄抗辯權的意思就是 美國的國務員 美國政府來標示 對美國政府的所有的訴求和法理見解 是完全正抗 美國國務員全部來抗辯 所以在10月5號的時候 聯邦的最高歡迎來選佈 各自本案代審 那這個各自的意思不是說駁回喔 各自的意思就是 要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我們快去找國比較多的本土台灣人來 證明我們是 我們確實有存在很多本土台灣人在台灣 不然美國人是看不到台灣這個島上 還有本土台灣人 他一直以來就會把我們當成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因為看不到 這個島上看不到 看不到有大日本地國的台灣人 所以我們已經標明自己的新聞 就是這個技術 我們要快找回來 那這個很重要是為什麼 這個有一個 這個是中華民國的一個計謀 他把這個台灣證明之後 結果他把這些人都用偏 你們就比作中國人 因為國際法是規定說 不可以繼續屠殺這個被佔領地的人民 所以他把我們台灣人變成中國人之後 他就把外國說我不是台被佔領地的人民 我台的人是我自己是中國人 中國人是不是很陰險 很壞對不對 這個事情是確有其事 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中華民國有一位 那個很資深的一個記者 叫 叫什麼 鄭什麼分的 忘記了 他曾經在電視媒體講過 這一段秘行就是 蔣宋美玲跟羅斯福總統夫人艾蓮娜女士 兩個在交談 那艾蓮娜女士就問他說 你怎麼處理這些人 指的就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這些被佔領地的台灣人 那這個蔣宋美玲一句話都沒有說 這個是他們很很 是他們黨國的記者自己講的 他們說蔣宋美玲一句話都沒有說 只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這樣 一句話都沒有說就是這樣 醫師很明白 這是中國人做的事情 真確真萬確 所以後來發生了這個228事件 這個早 他們可能都有在 有他們中國人的佈局 很可怕 那怎麼會有一個卡通在這裡 所以我們看這個 整個訴訟過程是什麼 訴訟過程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在找回我自己的身份 找回我們台灣人的身份 找回原來屬於我們自己的身份 那這部電影為什麼會在這裡 卡通電影在這裡 因為這個少女神隱少女 她也是在找回自己的身份 那這個電影的英文片名叫 Spirited Way 就是靈魂沒意 靈魂被取走了 這個等一下講大概就會體會到 那第一次看到這個電影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國際法理 就會覺得這部電影是 像一部那個恐怖片 那個 很像做了噩夢的那種恐怖電影 那大家理解法理再去看這部電影 就會越來越了解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整個在描述 整個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是活在這個像噩夢夢境一般的政治煉獄當中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電影 各位回去可以好好看這部電影 可以思考很多事情 那這個叫做迪野謙旋這個小妹妹 她跟她的父母呢 到郊外去去遊玩 然後到了這個一個山洞 就走進去了 走進去走很遠 走很遠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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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街道上都沒有人 但是街道都很多吃的東西 他們爸爸媽媽就坐下來吃 開始吃 但是雞肉都沒有人 越吃越吃 他們爸爸媽媽怎麼越吃越胖 他們千尋的小妹妹 就跟他們爸爸叫說 不要再吃 我們趕快回趕快往回走 但是那時候天色已經暗下來了 然後這個 他爸爸一回頭 就變成 他爸爸媽媽就變成兩頭豬了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回去 他就沒辦法回去 所以他就在那個街道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發現說 我這裡有一間房子 然後這樣冒煙 我這裡什麼油屋 油屋就是說 會洗身口泡我們座的地方 那這個油屋就進去 想說我沒地方去了 我就來找頭路 看有什麼打工的可以帶來 他慢慢要找他父母 然後就這個是油屋老闆娘啊 叫湯婆婆 湯婆婆呢就說 你要在這裡工作嗎 那你要簽契約喔 要簽客喔 那個千尋就跟他說 好啊 因為他要找父母嘛 他不能自己回去 他就說好 我跟他簽契約 然後這個時候旁邊有三巨頭啊 就在旁邊跳啊跳的 一直跳一直看 然後千尋就給他簽了契約上 寫了他的名字 好之後 迪野千尋 那這個湯婆婆啊 看就看 那個契約書拿來 說喔 契約千尋 喔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太長了 太複雜了 來把名字收起來 因為他有魔法 他給他收起來 收起來 拿這個 拿這個 拿這個小簽啊 簽喔 簽這個禮 他就給他做小簽 他就跟他說好 現在你就給他做小簽 他就說一句話 你也回不去人類的社會了 因為你簽了這個契約 就說你 你沒辦法回去人類的社會啊 這樣就說 後來就在那裡吃頭路啊 等一下那個 為了要找他父母 他繼續留在這個遊屋打工 那有一天呢 有這個白龍這個少年啊 少年喔 他就 他就 拿一張筆給他看 那張筆是在他的褲子裡 是在千尋的褲子裡 他 那天留下來的時候 他就把 這個白龍就把那張筆收起來 那張筆是千尋 他在外面的時候 他同學寫給他的筆 所以上頭有寫他的名字 就是第一的千尋 所以這個白龍 這個少年啊 他就跟他說 你的本名給做第一的千尋 不是小千 然後 他就想起來 小千就想起來 他說 對他想起來的名字 就是第一的千尋 那他是要來找他父母的 他已經忘了一陣子喔 然後 他就說了一句話 他就說 就說 曾經經歷過的事 不會忘記 只是想不起來而已 曾經 曾經經歷過的事情 他不會忘記 這是還沒想起來 想不起來而已而已 現在有人說 他想起來 他的本名 是 第一的千尋 那這個白龍呢 他就 他就 他就跟這個湯婆婆 做一些事情 結果去湯婆婆 派部下給他 台了 所以真的白龍後來 這個人會比白龍 他就想起來 他就想起來 想起來 然後他就 千尋就去叫他 剛才有一個和聲 拿一顆油丸 給他吃了 他就 好起來了 好起來了 他也 千尋也想起來了 他好像看過這個 如果說 我記得 你的本名 是做湯婆 這個白龍 他的本名叫做湖婆 然後最好呢 經過一些事情了 那個 他去處理 千尋去處理這個白龍 和湯婆婆 幾甘的一些問題 然後 這個千尋可以回去 可以回去人類的社會 這個白龍 就跟千尋說 你先回去 你的北部 我會把它找出來 他回去人類的社會 這樣的意思 這個故事是什麼意思 他找到他的名 他要求他爸爸媽媽 那這個意思就是 我們來看這個卡通 就可以聯想 就是說 我們的名 我們台灣人的名 叫這個 蔣宋美玲 這個像蔣宋美玲 這個像蔣宋美玲 這個名字把它收起來了 讓人都不記得 我們是 給做大日本帝國 本島人 當時是叫做 大日本帝國的本島 那時候 很多人說 台灣人 都說本島人 我們的名字不記得了 然後這個白龍呢 他也忘記他的名字了 他只知道他叫白龍 這就跟現在的小日本國 也不要講小日本國 就新日本國 他也忘記他叫大日本帝國了 他忘記了 他們兩個互相幫對方找回這個名字 那這三個像什麼 三巨頭像開羅會議 那三個很像 英國啊 那個 英國蘇聯跟美國 那這個是那個 蔣宋美玲 那這個是誰 這個有一個小祖宗 就是這個 湯婆婆的小祖宗啊 他整天就說 整天就在哭 這個湯婆婆就整天要 要給他 要給他 說你不能哭 他整天在吵 他整天在哭 他有一天 他就 看到這個小千 啊 就笑了 他就說 你不要走喔 你要陪我玩 你不陪我玩 我就哭給你看 你沒有背我算 我就哭給你看 這看起來像什麼 像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 是 蔣宋美玲的小祖宗啊 我們台灣人 不陪他玩中華民國 他哭給我們看啊 他講說 我們傷害中國人的感情啊 是不是常常這樣講 這個 不陪我玩 我就哭給你看 那現在很多人 繼續擁護中華民國 他就哭給我們看 哭給台灣人看 這個是很可笑的事情 那這個 這個五臉男 是誰 五臉男他常常做什麼事情 他手上常常拿著黃金 說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分黃金喔 然後這個湯屋裡面啊 這裡很多人 就說 唉唷我要我要 大家都去巴結他 說 我買我買 我把這個 這個五臉男 拔掉 奉承 靠近他 要拿這個黃金的時候啊 這個五臉男啊 就一口把他吞掉了 這很可怕喔 那這個像什麼 覺得像什麼 國民黨 欸對有人講對了 還沒看就知道 很厲害 這個很像國民黨 我說你 你要不要賺錢 你加入我國民黨 我給你什麼好處 包什麼工程 是不是這樣 等到你真的加入了 他手上握有你很多把柄 他控制你的行為 控制你的思想 我把你一口吞掉了 那他就越吃越大喔 他每吃一個人就越吃越大 像大怪物一樣 所以人家說國民黨的黨庫 是全世界最大的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財團 國民黨 所以這個電影很有趣 這是最近那個電視的電影台有播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回去看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少女 神隱少女 迪野千尋在追尋 在尋求自己 找回自己名字的一個故事 他是真的是完整的一個敘述 台灣人如何生活在這個政治獵獵底下 是很值得看的一個卡通電影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言歸正傳 我們今天的重點喔 就是 什麼是民進府 有留本政府 還有什麼 擁有台灣的租款 那重點就是 是說 簽名不可以賺租款 流本政府 不可以租立 不可以賺租款 台灣的租款 目前就是 日本天皇擁有的租款 美國總統來簽名的 到底喔 那但是大家說 什麼是台灣民進府 是你們自己好嗎 這個國際上有這種問題 有這種政府 沒有相信喔 大家很習慣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喔 外面有很多人很習慣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 只有沒有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 好像換完下去 所以有的人 在吐槽說 是你們自己好嗎 不是啦 我們來看 國際上百年來 有很多民進府 第一個我們來看 就是這個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他的案例喔 伊拉克的建政喔 是美國跟伊拉克的修剪 那當時就是這個海山政權啊 他就是 伊拉克是一個極權國家 他常常會去打旁邊的國家 譬如說他打旁邊的科威特 要跟他們併吞 所以他是一個暴政極權的國家嘛 暴政的政府 所以美國呢 因為要維持這個石油的穩定 所以一定要去打 所以呢 這個建政的時間是為期 八年八五月三禮拜 還有四天 那這個commander 這個將軍喔 佛蘭克斯將軍喔 他說 他說 去打伊拉克的目標是 修剪就是要結束這個海山政權 那 識別隔離消除 跟伊拉克的大規模的傷害性武器 那 搜索捕獲 驅逐來自該國的恐怖分子 他們也是幫助一些國際恐怖分子 那要收集這些恐怖分子的網路的情報 那對這個殺傷性武器的接觸 這個也是要收集這個情報 那還要提供 要結束這個制裁 要提供人道的援助 跟需要的 跟幫助一些流離失所的伊拉克的公民 那來確保伊拉克的油田跟資源 屬於伊拉克的人民 那第八點就是幫助伊拉克的人民 建立一個過度有代表性的主題政府 那這個意思就是 當地人民來造新的民政府的意思 所以在2003年的7月13日至2004年的6月以後 美國人 美國軍事政府 他就選一個 是這個 U.S. administration 在伊拉克 他們來選一個 有代表性的 一個伊拉克政府的諮議會 那他們這個伊拉克的 伊拉克政府諮議會的意思就是跟台灣民進府一樣的意思 他就選一個議會主席 還有議會的議員 也有內閣 這個就是 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 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民進府 那就證明第一個 國際上確實也有其他民政府 不是跟台灣民進府而已 那第二個案例就是 在這個阿富汗 阿富汗是在2001年 就是因為這個911事件之後 那賓拉登呢 是藏立在塔利班政權 塔利班政權給賓拉登保護 那所以那個 那所以那個 美國美軍就要去攻打這個塔利班政權 那在聯合國的主席 他這個 啟動這個 他打贏 也很快就打贏 所以 啟動這個重建的這個波恩進程 他這個就是幫助阿富汗人民來行李民進府的意思 所以在這個2000空一年12月 就是這個臨時進府 2000空二年6月 又繼續有一個過度的進府 那這是當時這個 美軍駐派阿富汗政府的 就是 US Marine Corps 阿富汗人民的 意思就是 美國海軍流戰隊的 軍事政府 其他阿富汗民進府 所以這是第二的案例 那這位先生就是 USMC 阿富汗的 General James Amos 他就是 commandant 東北海軍陸戰隊最高的指揮官 他就說 因為在經歷 2014年12月31號 美軍要完全撤出了 那他就說 他跟這個 having work for years with the Afghan army 跟這個阿富汗的軍隊 東北也是有軍隊民兵合作 這麼多年 還有阿富汗東北 National Police 東北的警察 還有這個 The Civil Government 這裡有剩下一個位在這裡 阿富汗的The Civil Government 他認為說 他在今年12月底的時候 他認為說 這是 他做得很完美的一件事 所以他說 I feel good about it 就是說 他到今年12月底 他覺得很好 他可以完成這個 幫助阿富汗人民 民進府的事 所以 這有嚇到很清楚 阿富汗有這個CV Government 所以 阿富汗實際上 人處於被美軍佔領狀態 這沒有改變 第三 我們要說的是 二次大戰之後 會流球的民政府 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台日本大陸戰敗 那個被美國征服 那在流球界的所在 它也是有成立 流球列島美國軍政府 然後之後也有流球列島美國民政府下 有設流球政府 然後這個是時間的 演變的進程 然後 一直到 一直到 一舉五二年的戲為以後 一個進行的流球 環境的流球政府 就形成 那這是當時的 呃 的民政府 軍政府的長官是美國人 那其他的民政府 成員是日本人 那當時這個 這個流球民政府呢 他們有發行 當地流通的 是 軍票 不是日幣 被佔領地 要發行這個 特殊的軍票 那 當時的 流球人民 拿的是這個 旅行證件 不是護照 然後這個是 當時的 流球民政府的組織圖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 台灣民政府也有組織圖喔 好那接下來就是 台灣民政府不是 不是我們自己的 是真的 依照美國軍事政府 來成立的 好 那所以我們這個 也有很完整的 三權分立的組織 好那這個是 台灣民政府的 證明文件 為什麼證明呢 因為是 美國司法部門 自函給台灣民政府 好 美國的司法部門 都已經 寫信 俗明確定是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沒有錯 好這些都是喔 各位可以在 官網上可以看得更仔細 好 好 這個是台灣民政府的 一系列的 活動 好 好 那我們 稍微簡單說一下 那什麼叫Civil Government 那Civil的意思就是 Civil 這個理的意思就是 文明的意思 文明 文明就是 是有教友 有雷毛 有組織 有藝術 所以我們 本土台灣要 建立 用文明的方式 什麼是文明的方式 就是我們 譬如說 我們 路上有 道路交通規則 有紅綠燈 我們要遵守 才符合 社會之間的 互動的 文明的模式 所以我們台灣 也是要用文明的方式 要依據這個 國際上 國際法 是怎麼來行事的 我們要遵循 不能違法 所以要依照這個 國際法 來建構台灣 政客的法律 的地位 那 聯合國 所有的文明國家 也會 承認我們 台灣民政府 那也會尊敬 Respect and Honour 這個 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 依照國際法理建立的 民政府 所以這個 Civil Garment 的意思就是 管理民宿 管理民眾的 一些 一般的事物 那它不是軍事單位 是一般的 管理那個 強制執行 這個法律 跟秩序的 國家的機關 但是 雖然 這樣 是國際法 有承認的 那 法緣是什麼 國際法的法緣 是什麼 法緣就是依據這個 戰爭法 那因為我們是 被美國佔領 美國政府 我們大日本帝國 台灣 所以 我們就是 被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的 那我們 依據 美國軍事政府 來 建立這個 台灣民政府 那什麼是 戰爭法呢 建進法 就是 差不多五大部分 五大部分 就是 以海洋公約為主的系統 日內瓦公約體系 還是 國際紅十字會總會 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還是 1940年 美國陸軍總署 有關戰爭法會編 FM27-10 還是 第五 美國最高法院 有關戰爭的法律 那這個戰進法呢 是 從屬於萬國公法 國家一間的建進 是不能敲完這個 萬國公法的規範 那萬國公法是什麼 萬國公法就是上面 這兩本書 The Law of Nations 在一七五半年 發行的一本書 第二本書是 一百三六年 發行的 El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那這兩本書 又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法理位階 法理位階就是 最高的是一個自然法 那接下來是萬國公法第二層 那最基礎的部分 發展下來的是國際法 包含了公約條約戰爭法 各國憲法 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那我們接下來詳細介紹 那什麼是主聯法呢 主聯法的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人都有 那個人性本善啊 人都有 主聯愛有顯量的本性的意思 譬如說 如果有人拔到我們去給他扶一下 這樣就是表現我們人的善良的本性 但是這個主聯法也有 譬如說 如果有人去淘汰的東西 做菜 古早時代的身份 聽到腳踏手 這就是違反自然法的意思 所以自然法這樣說起來就是 如果有人犯罪 我們要出犯 是出犯他的腳他的手 也不行 違反自然法 我們要出犯是 這個完整這個人 譬如說 把他抓進去關 或是叫他扶勞役 什麼 叫他做一些苦工 我們要犯的是這個環境的人 不可以把腳踏手 這樣才有 不可以做連環的意思 所以這個犯罪就是這樣 發電起來 本來古早時代 可能會抓人去 譬如說 古早很古早的時代 因為有 要生孩子去 去拜拜 去獻祭 那這個就是違反自然法 那這個 就是說 我們人是一個環境的人 你不能把他扶腳扶手 你要自己抓去滾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延伸到這些 國家跟國家之間 國際法論也是這樣 你一個環境的 國家的犯罪 他可能是 怕輸 也會被人征服 你不能把 譬如說 一個土地你把它掛一盤 說你一盤給我 不能把它掛 現代的國際法論就是這樣 不能併吞 他也不能整個 整個土地都要掛給我 不可以 這就是 為主廉法 發電起來的國際法論的意思 就是這樣 所以一個環境的國家 他怕輸啊 他要背秀 他是可以背秀 那是你不能分割他的領土 最小不可分割的元素 那人是一個完整的元素 那國家是完整的元素 不可以分割 那這個發展出來 有對 蘇聯的管理 就是我們要 保護自己的生命權 自由權 財產權 那這是 相對給我們的 那這些管理 不是人給人 所以我們不能 不能自己賠 自己賣身為奴 或是被他人剝奪 這個自然權利都不行 所以保障這個權利 人類才開始建立政府 才有完整的政府 才有主權 這樣發展出來的 那當時 以前的時代 拿破仁 到拿破仁這裡 發展到極致 就是打壓 並吞 這是以前的時代 所以在拿破仁之後 就是不可以這樣 就要根據 自然法 萬國公法 戰爭法 這就是這兩本 萬國公法 這是第一本 美國憲法 也有什麼 他說 他要遵守 the law of nations 在美國的條文裡 美國憲法的條文裡 這是第二本 萬國公法 那這兩本 會受到 後米各國的 遵守 因為他們覺得 這樣才是 維持國際間秩序 最好的辦法 所以當時 後米很多 共的國家 開始來 進行這個萬國公法 所以我們 當時 當時 台日本大國 明治維新 他也是來遵守 這個萬國公法 那當時 這個萬國公法 我傳到中國 但是中國人 不喜歡 遵守這個國際法 當時 日本天皇 明治天皇 反而 1868年2月8號 向各國頒布 開國遭遇 日本天皇 頒布 開國遭遇 就行臨 要遵循萬國公法 這就是 當時 這個國際情勢 大家都要這樣做 國家才可以生存 所以 發展到現在 最近幾年 美國呢 也開始 開口閉口 就講萬國公法 因為大家都要遵守 避免這個 國際紛爭 或是整天都有戰爭 這個在克里米亞事件上呢 他也講公投是違反 這個國際法 然後這個 歐盟的主席梅克爾 一樣也說 俄國併吞克里米亞 是違反萬國公法 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 一樣也對烏克蘭這個事件 也是提到這個 國際法 那 美國國務院的東亞事務 助理國務卿羅素一樣 也是提到 這個萬國公法 他 他是警告中國 不要仿效俄羅斯 併吞克里米亞的做法 想要用武力來解決 亞太地區的領土糾紛 好 這個在警告中國 好 接下來我們 談一下 這個 戰爭的概念跟結構 那 剛剛提過這個 戰爭法 海牙公約為主的系統 這是限制作戰手段 跟方法的條約 以及慣例法 第二是日內瓦公約體系 是 改善武裝人員傷患 待遇公約 以及平民保護 跟受難者公約 第三是 國際紅十字總會 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目的是要保護生命 跟健康 跟人類的尊嚴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 國際法 萬國公法 這些戰爭法 是在讓國際間減少紛爭 戰爭也要有人道的手段 然後要保護 保持人類的尊嚴 然後 第四是 美國陸軍總署 有關戰爭法會編 然後第五是 美國最高法院 有關戰爭的判例 那軍事行動終止 並不代表戰爭狀態結束 這很重要 那簡單講一下 現代 現代建政的這個 公法就是 你打贏 打輸就是以前的公法 那現代最新的是 意思就是 打贏你就征服了 征服對方 所以你要征服這個 要有兩個條件 就是要有人來 來天代結束建政 還有人來簽署條外來選國 本身是 證明看國 所以 有人來天代結束建政 這個中華民國 有人經常聽說 他是打輸 招贏 因為 他們沒有打贏 他們打輸 招贏 所以他是 中華民國是沒有能力 徹底結束戰爭 所以他不可能是 征服者 他就不可能 當作是征服者 那 有能力 天代結束的建政是 美國 美國同時 打兩顆原主堂 這樣停止戰爭的 那 有能力來選國 條約來宣告 本身是 證明看國 這個 舊親山和平條約上面 23條A就寫得清楚 美國是 主要為他的證明看國 所以 美國是為他的征服國 政府之後就佔領 有兩個原則就是 減額不能移鑽租款 減額不能秉吞這個土地 這要記得 我們現在 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 減額當中 所以這個軍事政府 就做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那 這個 民進府 哪 譬如說 潑脫離個 他是 調郵 掛念 給美國 美國 會用國會來通過一個法案 他才 在 台灣 是 依照國際法來 行李民進府 那 譬如說 這個是 這個 非法佔領 這個 以色列在 戈蘭高地加薩走廊 約旦和西岸 耶路撒冷都是 非法佔領 所以 聯合國完全不承認他的佔領 他 他想併吞這些領土 是不可以的 所以 聯合國和歐盟 不想併以色列併吞這些土地 最後還是 請以色列要撤出這些土地 所以佔領不等於併吞 以色列想要併吞 沒辦法 聯合國還是請他要撤出 那 這個 軍事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給戰勝國呢 是 八爪蝦尼的 譬如說 在美國的陸軍戰場手冊 FM27-10 第六章 詹名這篇 他就有什麼 八爪蝦尼 比詹名的土地的主權 是不可能 給這個詹名國 才有什麼 第三百五十八條也有什麼 主題就是 佔領不得已轉出款 所以 都有在 建情懷的條約裡面 對 我們看這個 是 古今雙方便條約二十三條 有什麼 美國是這個主要的 簽名款項 他有法度來簽訂條約 聲明自己是主要的 簽名款項 那 比簽名的土地的人民要注意一點 就是 說 這個 簽名價的意志 就是 比簽名價的法律 就是說 現在 美國 征服責美國總統 還是美國軍事政府 他說要怎麼做 我們就要遵守 我們要服從 雖然我們不用效忠美國總統 但是我們要服從美國總統 所以說 我們現在是 還是在美國軍事佔領底下 的民政府 我們不是一般的主權政府 這個要 這件要很清楚 那最近說 有人 想說 我沒有相信 哪有美國軍 我來看看 我就去 我去 看 看有什麼 軍事基地 來看看 我去想 去挾 其實 這樣非常危險 這種是 沒有大腦思考 愚蠢的行為 因為 美軍會把你當成是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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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取情報 所以 他也是在當場 把你抓起來 否則 不然就是他當場 他認為有必要 他可以當場 把你擊斃 所以這個大家都要很清楚 每一位學員都要很清楚 不要去挑釁美國軍人 不要說我不相信 有美軍這回事 我要來軍事基地看看 這個行為絕對不要做 這是非常愚蠢的行為 他們有能力 他們有權利 他們有權利 當場把你擊斃 這很重要 十大要知道 所以 我們是要順服 這個征服者 還好我們的征服者是 美國他比較注重人權 我們就比較有人權保障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 這個 民政府有很多案例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了 四個案例了 那其他還有 其他很多民政府 在這個更早之前的 美墨戰爭 美西戰爭 有哥讓 加利福尼亞 菲律賓 關島 波多里各 好 那 不是哥讓美國 地區的 被佔領地的人民呢 如果要成立 保障自己的人權 你就是 獲得較大程度的自治 那 正確的路徑 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民政府 我們現在 台灣民政府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這是一些 案例表格 關島也是很奇怪 經過52年才成立了一個民政府 好 那其他都兩年 一年 兩年 古巴 琉球 伊拉克 台灣 台灣更奇怪 63年 到底發生什麼事 發生了很多事 好這剛剛講過 這些案例都是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好 所以這些 阿富汗 伊拉克 他們都沒有 一轉主權 全調給美國阿 他們沒有變美國人阿 他們沒有變美國的一週 很多例子 我們接下來講下一個主題 那提一下這個琉球跟台灣 琉球跟台灣呢 其實剛剛講了琉球民政府嘛 後來有台灣民政府 後來琉球就回歸了日本 新日本國 那我們台灣現在 還是這個被佔領當中 那其實琉球跟台灣一樣 地位是一樣 我們都是大日本帝國 不可分割的國土 為什麼呢 因為在1945年 4月1號 昭和天皇有頒發一個招書 那招書這裡有翻譯文 台灣著名加入帝國議會議員的行列 那可以參與國政 那這個有台灣軍 所以參戰權跟參戰權 就是賦予了台灣的住民 成為成名了 所以台灣已經變成 大日本帝國憲法所集的區域 那就是他的領土的區域 他憲法實行到哪裡 就是領土就到哪裡了 所以他的憲法 台日本帝國憲法 到我們台灣 讓我們參政權跟參戰權 我們可以參加帝國議會 我們可以去做兵 我們就是台日本帝國的成名 所以這個 當時這個國際的地圖上 已經這個 台灣地圖在這裡 是在大日本帝國裡面了 所以 到1945年 戰後9月的時候 這個是 招和天皇 他親自到 東京的聯合 聯合軍佔領軍的總部 跟麥克阿瑟見面 這個 談論這個戰後的事情 那我要說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 日本天皇啊 招和天皇 他沒有放棄台灣人喔 他用這個招書 用這個招書 用這個招書來保存台灣人 還是在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他沒有放棄台灣 他沒有放棄台灣人 所以台灣人 不要自我放棄 外面 希望外面 台灣人 如果有聽到 看到 希望他也不要放棄 不要自我放棄 所以是堅持到現在 美國總統征服著 又到日本皇居 建現任的 當今上天皇 好 就是事情有的轉機了 美日和解了 好 我們可以 我們依照國際法 我們依照國際法 來恢復我們的 國際的地位 所以很重要 就是說 東西的琉球住民的 他的 權利義務是被選擇 公民權利義務被選擇 因為他是被佔領地 被佔領地的人 他本來是公民 但是他見輸了被征服被佔領 但是他不能有投票權 不能選舉權 也不能當兵 這就是剝奪公民的權利 跟義務 所以公民的權利 義務是 懸吊起來 占是不要贏 但是要服從這個征服者 占領借美國 本來這個 台日本帝國的這個 公民的身份 我們暫時被佔領 不要贏 沒有選舉權 沒有參戰權 但是要服從這個 美國 美國總統 這個征服者 所以我們台灣和 地位和這個 劉球 一樣 就是一樣 我們台灣現在也是 本來 當時 本來 我們是 台日本帝國的 臣民 公民的意思 可以參政 也可以參戰 現在 懸吊起來 不應該有參政權 跟參戰權 所以說 現在 並沒有公民 這個說法 外面 講的 天話亂追 什麼公民社會 那個 他們在直擊其人 他們是中華民國的人 不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所以台灣人 現在就是 知道自己 大日本國的公民的權利義務 就是暫時 掉起來 不要贏 但是我們要服從 美國總統 這個征服者 這樣意思 所以說 如果有國籍上的規定 就是這樣 你是本土台灣人 如果你 網上追溯 沒有日本時代的 戶籍騰本的話 那所以就沒有 這個 就不是完整 奔土台灣人的身份 因為 有國籍如果是一 無國籍是零 那有國 加起來就是有國籍 我們現在 懸吊起來 我們現在 法院判定 那是無國籍的行婚 所以 這個要很注意 國籍 什麼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就是 他說 他流亡在 其他國家 臨時 政治 新的組織 他的條件 他的效力 就是 要有 其他外國政府來支持 他自己 國家本身 還要有 領口 譬如說 當時 歐洲 歐洲 就有這麼多 流亡政府 都到倫敦去 二次大戰 的時候 法國 流亡到倫敦 還有什麼 波蘭流亡到倫敦 很多 Polish London 比利時 流亡到 Belgian London 比利時 流亡到倫敦 法國 流亡到倫敦 東方的就有 Chinese 台北 這個我們知道 就是中華民國 政府 流亡在台北 Korea Sanghai 還有 Tibei 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 他 他都不要承認 他是流亡政府 他就是不要承認 他就是 他想說我就地合法 可以嗎 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嗎 如果可以的話 那 前面這麼多 波蘭到倫敦 比利時到倫敦 法國到倫敦 大家都去倫敦 割一塊土地 來就地合法 我就得到一塊土地了 那 別人怎麼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他就是不想承認 他是流亡政府 他就是不想承認 說沒有流亡政府這回事 他不要承認這個東西 他其實流亡政府也不用不好意思承認 那流亡政府呢 其實也沒有國際法 有規定說可以就地合法 沒有這個法律 所以他沒有法原 流亡政府要就地合法 沒有法原 那流亡政府是可以做很多事 譬如說現在的德蘭桑拉政府呢 他有他自己憲法 那他有很多這個外交活動 那個選舉活動 這個都可以 都可以有很多國際的外交活動 沒有問題 這是圖博的流亡政府 他們有自己的閣員啊 立法司法行政三個部門 所以啊 這個一直用 Chinese Taipei 出去比賽 那這個是 美國大聯盟的總教練 他就說 不要再說中華台北 因為他知道 當時他的隊員 球員陳偉英 是台灣人嘛 他知道啊 他知道啊 是台灣人 所以說 你不要每個記者 都來訪問就說 那個中華台北 不要再說中華台北了 中華台北就是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我們不透台灣人 不要再做這個山寨版的中國人 不要再做了 所以說 來接受投降 就要佔領嗎 就說這個土地是我的 蔣介石就是這麼想的啊 蔣介石就是這麼想的 他想說我來 我派陳怡啊 來接受投降 這個土地 這台灣就是我 他這樣想 但是我們來看 東南亞 當時東南亞 緬甸北 這個北緯16度 北緯16度以南 緬甸這個地方是 澳大利亞的蒙巴頓將軍去受降 北越是中國派魯漢將軍去受降 香港是派這個無名將軍去受降 可是這些地方都沒有割讓給 比如說這個蒙巴頓將軍代表的澳洲 北越也沒有說割讓 他就就地合法 他就割讓給這個 中國盧漢將軍 香港也沒有 他繼續回歸是英國殖民地啊 所以說受降不等於佔領 受降也不等於說我允許你轉主權 所以中華民國呢 他派陳怡來接受受降 也不是說他這樣就可以轉主權 所以說這個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呢 是要這個他們的國民大會有定 定他的領土範圍 裡面並沒有台灣 那之後到一直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中華民國任何國民大會立法院 都沒有文件顯示說 有扩張 有扩增這個台灣這塊領土 那當時杜魯門總統有說 如果台灣是中國的國家的領土 是中華民國國家的領土 那台灣海峽一定是中國境內的內海 如果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台灣海峽一定是中國的內海 這個海域嘛 如果是這樣他怎麼可能 派人說派這個第七艦隊 去台灣海峽巡防 每天走來走去 不可能中國人怎麼可能讓他這樣做 所以這證明說台灣並不是國家的領土 台灣海峽不是中國的內海 這第七艦隊每天在太平洋跟台灣海峽巡防 這是依照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保護台灣 日本要盡他的主權義務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就是美國有法律判決 就是剛剛講過的 在哥倫比亞特區的巡迴法院 林志森博士帶領228位台灣人訴訟案 已經有判決出來了 這剛剛看過了 這有證明文件啊 如果是合法 流亡政府可以合法的話 那這個他還可以留在聯合國 但是這沒有 他被逐出 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了 在這個1971年的時候 1996年呢 一樣聯合國這張是亂寫的啦 因為他寫錯了 後來有被這個美國糾正 雖然他當時是拒絕用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 但是後來有被糾正 這個維基解密有說 2007年的時候 美國有要求聯合國 不能再稱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那這個潘基文秘書長 他就公開說 他這樣講的話是太過分了 Go to far 未來聯合國提及台灣的時候 不會再使用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這句話 所以 台灣民政府跟本土台灣人啊 他是用的 法理的是 法理台灣 是用的是 萬國公法 戰爭法 國際法 跟究竟三和平條約 好 那 這個 在台灣的中國人 people on Taiwan 他們用 他們是 中華 流亡的中華民國殖民政權 那他們是所謂的政治台灣 那他們使用的是這個 依據這個美國台灣關係法 接下來看一下是誰擁有台灣主權 快速的看一下 是 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平埔族 跟高砂族人的後代 我們都有這個血緣 但是這兩個族群有嗎 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抵抗外來的侵略 有戰爭過啦 在這個 鄭成功啊 他帶領了很多部將攻到這個台中 在大渡山有一個大渡王國 全部被他殺光光 幾乎殺光光啦 那有一些人逃到那個彰化去 所以這很可怕的事情 中國來的人很可怕 所以平埔族幾乎都被殺被逃 然後這個 好像在高雄沿海地區也有一些 馬卡道族 然後當時也是有一些中國移民船過來 然後沿海的平埔族都被殺光光 也是逃著逃 都要逃 所以比較沒有能力保護自己 那因為是部落也沒有建立主權 所以就是 都沒有辦法建立主權 那當時 鄭成功之前是荷蘭人 荷蘭人之前是日本人 日本人早在十三世紀 十四世紀就已經 在台灣有出沒了 這有一些歷史的考據 所以日本人是 除了平埔族高沙族以外 那周邊最早來台灣的是日本人 那當時清國 清國 後來 清國統治這個所謂的台灣地區 也只是 旁邊這個 這個霞場的部分而已 他也沒有建立全面的主權 那實際上其實呢 真的要研究起來 他也 只有六個屯肯區 並沒有全面的控制 好那 講一下 這個 台灣唯一有主權轉移的 這個文件 就是下官條約 台灣唯一有 掌握到主權遺傳的條約 就是這個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就是 我們來看他的 中文 先看漢文版的 就是台清帝國台風帝陛下 台日本帝國台風帝陛下 這個 當事者是這兩位 然後派代表簽訂 那漢文版簽訂的是什麼 中國將管理 管理下開地方之權 意思是管理權 永遠讓於日本 那下開就是 又包含這個 台灣全島 亂寫 他只有一部分 他寫台灣全島 跟所屬的島嶼 澎湖群島 他可能認知的 台灣全島就是 那個狹長部分 那沒關係 他這邊寫的是管理權 那簽這個下官條約 還有一條 另外簽了一個條約 就是 以後兩國 兩國如果各執 日文正本 或是漢文正本 有爭論的 那要以英文約本為憑 就是 像這樣以遭公允 就是說 你如果看漢文的 跟看日本的 道不通 有爭議 這樣都 沒準則 我們來看英文版本 以英文版本為準 所以英文版本下來 是什麼 中國 這是 China City To Japan In Perpetual and Full Sovereignty 意思就是說 中國 冠償 環境的一個 租款 跟英給的租款 所以 漢文版下 是 管理權 英文版下 是 英文版下 是 英Q到完整的租款 中國人就是這樣 他們 簽這個條用 世界各國是會以英文版為主 沒有錯 但是 他們 中國人為什麼要 中文寫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 因為他 中國人很好面子的問題 就是 他回去 他這樣才好交代他的親國 朝廷 親國人民 他只有割讓這個管理權 所以他 中國人一向就是會騙 騙外國人也騙他自己本國人 不過沒關係 我們簽條約的時候 都是以 以這個英文版本為主 所以 唯一 這個可以確定 所以 唯一 所以確定說這個 唯一有主權 完整永久的主權轉移 就是這個下關條約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就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 那其他如果還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 工程師Copy內容 以下還有很多內容 也可以參考看看 那可以多看這個 台灣民政府官網 跟新台灣論 還有很多本書來參考 好 謝謝各位